手摇银店大门被砸坏 玻璃破裂 店内店外地板碎玻璃都洒满地 警方获报马上到场拉起封锁线 要调查事件始末 原来这间店就是新竹涉嫌 淋虐小姐弟的健身教练所开设 事件曝光后引发众怒 这回疑似有民众看不下去 才会出手砸店 新竹这名业姓健身教练 和健身房其他教练三人被爆出 涉嫌淋虐一对小姐弟 造成两人满身试伤 业姓健身教练除了开设四间健身工作室 还在竹北经营多家饮料店 因涉嫌虐童引起公愤 民众开始发起抵制运动 12号晚间更有民众不满健身教练的恶行 包围其中一家店持棍棒狂杂 饮料店虽然在教练被收押时 就暂时停止营业 但是因为没有铁门 玻璃门窗统统遭砸烂 对此警方表示 全案已经由新竹地检署侦办当中 呼吁民众要保持理性 不要做出违法行为 当时孙松蓉在新竹报导